中国协议现在面临到的是一个经济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 其实很多人都觉得中国现在到底撑不撑得住今年都有问题 可是一个神救援来了 那个人叫韩国瑜 所以习近平在对美国关系上面临到很大的挫折 甚至很多人说他现在中美贸易战 他被打趴了 他内部的经济的问题 他社会的问题下滑的问题 可是对台工作上来了一个神救援 就是韩国瑜 他可以帮习近平在对台工作上 展现出一个很大的成绩 而且中国的媒体一定会大幅的报道 那这个大幅的报道 他可能会出口再转内销 那韩天台怎么说 韩天台不得了 那我跟你讲 那会陷入一种疯狂 那我觉得韩国瑜他会利用这个 即便他自己没有想选总统 可是那个氛围是把他垫高的 然后他接下来他四月份要防美国 那我们就看 大家就会比较 他跟这个郑文燦的规格一不一样 郑文燦可以见到亚太的副处亲 这个史默克 她是这个 她太太 不是她的同志 她的另一半是台湾人 那这次又见到了这个国务院的台湾协调处的处长 何乐静 那大家就要比了 韩国瑜可不可以见到这个规格 然后他可不可以见到像 这个郑文燦可以见到七位国会议员 所以我不需要讲 就是说那如果他也见到了呢 那是表示美国也对韩国瑜非常重视 那这个东西搞起来之后 所以为什么看到今天说 国民党中央提到说 还是想赶快恢复国共论坛 就是让这个吴敦毅也能够到北京去 能够去见习近平 因为他们知道今年这个吴敦毅的管制期结束了 所以现在变成说韩国瑜到中国去 整个我觉得那一周 他去了22到18号这七天 台湾就是韩国瑜仿中 这个新闻应该都是被掩盖了 然后但是对这个吴敦毅来讲 就他也想搏回版面 他也想搞国共论 国共论坛已经两年没办了 所以我比较想说 国民党现在内部的这个情思 韩国瑜他即便是目前 当然他现在为什么不能不表态 他不能表态 因为王金平想选 他今天如果说他说我要参加初选 那你把王金平视为放在哪里 韩国瑜 对 韩国瑜 所以说他也陷入两难 但是韩国瑜急得不得了 看到韩国瑜的声量这么高 简然就是已经冲到天上去了 那个矛盾很大 我觉得现在国民党的这些 其他想选的人 最后可能就变成韩粉攻击的对象 就像王金平 王金平因为他反对两阶段 两阶段 只要挡韩国瑜路的人都会被韩粉攻击 只要是挡韩国瑜路的人 只要是反对两阶段的人 都是韩国瑜的敌人 都是韩粉的敌人 必须共认罚之 必须共罚之 就是这样 许小心也是 像王金平 王金平最近 他有议员绝对权利支持 一定要讲这种 王金平现在被韩粉骂到臭头 王金平反对两阶段 反对两阶段就是挡了韩国瑜的总统梦 就是我们韩粉的敌人 所以我不需要讲 那这个东西韩国瑜控制得了吗 对 我甚至可能很多这些韩粉就 就挡在这些 如果朱游轮要出门 他们就跪在门口 不要再选了 跪求你不选 他有可能 因为他们觉得 你们这些人都是挡我韩国瑜者 因为你们要参选 搞到韩国瑜没有参选的正当性 如果你们都不选 那我们就全部就 大家就比如说征召了 那韩国瑜就名正言顺了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内部这些 特别是韩粉这些激进的人 是你看这两天王浩宇 他只是在我们的节目上 讲说韩国瑜每天喝酒什么 哇今天的服务处电话被打爆 真的喔 对啊 把他瘫痪 瘫痪了 他现在改口了 他现在说 他觉得他做得比吴英零好 对啊 所以你看说这样的一种无法操作 那个王浩宇这个 本来也想选立委 他是桃园市议员 他明年想选立委 他现在比如说他讲的东西 你发 所以他叫韩粉现在冷静 韩粉现在已经变成是韩国瑜 他会不会到后来 他无法控制的 他的所谓的警卫队 他的红卫兵 这点是我觉得 韩国瑜他现在也要担心的地方